在土耳其有一個方法 用一壺熱水 用這個洗油的食材 放很多細節精 讓它泡泡出來 很好玩 把油的食材 在熱水上攪拌 放在旁邊 待會用來沖水 看到有油的食材 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樣洗 就是這樣 洗完之後 用水再沖 這樣就會乾淨 我們餐個匙羹 我會直接放在這裡 馬上洗 然後用熱水沖 然後用水沖 這樣就很快便洗完 這樣就是這個方法 如果沒有油的食材 我們就用上面這個 用上面這個來洗 就是去洗沒有油的 例如咖啡杯 用上面這個 大家記住用這個 如果洗杯 有油的食材 用下面這一盆 因為通常有油的食材 我們放在這裡 就用這些來洗有油的食材 就是這樣 就這樣看得很快 放在這裡 好 好 好